如果没有房贷 我的日子会很舒服 这个应该是过去十年 中产家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不过2024年这句话 开始慢慢不成立了 随着房地产的加速垮台 各地财政支出都入不敷出 哪怕是广东江苏浙江 这些过去的经济大神 而城市庞大的成建 教育医疗等等 却依然需要海量的收入来维持 从2023年开始 各地的水电器 就开始明里暗里的开始涨价 2024年5月 近2000万人口的广州市水价 被17人所代表 赞同水价上涨 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仅涨水价还被代表了 我其实是理解水价上涨的 过去低廉的水电器 其实背后都是土地除让金 在进行补助 现在没了 至少得让水电器的 违顾费用进行打平 所以涨价我是理解的 但是我绝对不会投赞成票 毕竟任何一个消费者 都不会同意自己的消费品涨价 这还不如不召开听证会 把人当傻子忽悠呢 2024年之后 围绕着一个家庭的技术开支 会持续涨价 尤其是之前地方补助的水 燃气 公共交通 不可逆的 不管你是在小县城 还是在大城市 就跟当初我们嘲笑 欧美高昂的基础生活成本 如同回旋标一样 砸在我们的头上 我在分析欧美经济情况的 糟糕处处就会发现 这好像是十年后的中国 二十年后的中国 中国的经济路线 其实从来没有偏离过 客观的经济规律 中国经济在1978年以前 学的是苏联 1978年后呢 是苏联加日本的双重病轨 2024年之后呢 大概率上层希望 能成为新时代的美国 进入工业时代以来 能够成立上超级大国的国家 也就英国 苏联 美国 以及现在勉强上车的中国吧 英国成为超级大国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它抓住了大航海时代 这个千年一遇的历史时节 通过对外殖民掠夺的方式 积累了巨额的国家财富 为国家的工业化呢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你想想看 在一个全世界都是农业国的时代 你率先成为了工业国 那绝对是降维打击 要是明朝能够工业革命 那现在中国的半途 说不定都超过了 广义上元朝的领土 那英国衰落的原因啊 也很简单 那哪个国家都经不起 两次世界大战的折腾 那再来看苏联 斯大林从列宁手中接过重弹时 苏联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但是短短20年的时间 苏联就摇身一遍 变成了欧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 有很多的外部原因啊 造就了苏联的辉煌 但是核心就是 苏联的第一代农民 牺牲了自身的利益 支撑了苏联的工业发展 这种工农剪刀叉 就是苏联获得的低筒金 那苏联衰败的原因就更简单了 暂时计划经济长时间使用 只会带来绝对的腐败 至于美国则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获益者 靠着外来移民和倒卖军火 到了二战结束时 美国拥有的黄金 占了当时世界各国官方黄金 储备总量的75%以上 美国呢 拥有了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 和一半以上的人才 直至今日 这时候如果你是新中国成立时的领导 你会怎么让中国发展起来呢 学习英国去海外殖民掠夺吗 显然并不可以 当时的世界呢 早就已经被瓜分完毕 不然德国也不至于被逼的发动二战 学习美国取发战争财吗 第一呢 没有这个工业基础 第二因为有核武器的存在 在没有解决核武器 对上层领导的生命威胁之前 没有哪个国家敢再发动世界级的战争 最后呢 我们只能选择和苏联学习 通过工农剪刀叉 让第一代农民牺牲自己的利益 用一代一代粮食和农产品 去国际市场 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工业设备和商品 建立自己的第一代工业体系 到了70年代我们发现世界上 多了一条财富增长的路线 就是我们的邻国日本 依靠出卖本国的廉价劳动力 获取工业发展的机会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经济一直都是苏联加日本的模式 但显然苏联模式和日本模式 都无法让中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或者能和美国长久对抗的超级大国 苏联模式和日本模式的核心 就是向内卷 而内卷呢 只会带来两种结果 要么是分本离戏 要么是躺平百烂 这显然不是中国想要的 而唯一能够长时间 维持住超级大国的核心力架 就是向外剥削 当裁判员 不当运动员 在这方面 显然只有美国做的最接近 这方面的核心力架的核心力架 就会带来两种核心力架